2018年有一批投资人开始更理性地看待虚拟货币 他们看好区块链经济 相信虚拟货币会成为未来资产分布的一部分 可是没有功夫24小时待在赌场里玩老虎机 这些理性的投资人选择被动投资虚拟货币指数基金 和股票ETF一样 这些基金会按市值比例投资市面上最大的N值货币 定期按最新市值平衡仓位 一般只收2%左右的管理费不提成 下面介绍四只这样的基金供大家参考 彭博银河虚拟货币指数基金BGCI 是数据中端公司彭博和银河数字资本管理公司 5月9日推出的指数 BGCI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完全由传统华尔街金融家推出 包括实质虚拟货币 它们不完全是目前市值最大的实质 因为它在虚拟货币功能的分布上 也有分散投资的考虑 目前指数已经发布 基金销售正在筹备之中 Bitwise是一支完全被动投资前十虚拟货币的基金 只对净资产100万美金以上的投资人开放 它最大的特点是所有货币都冷储存 没有交易平台被攻击或盗窃的危险 为投资人提供最大程度的安全保障 管理费也因此稍微高一点 每年2.5% Coinbase指数基金是今年3月 由全球最大的数字货币钱包Coinbase推出的指数基金 按市值比例囊括了所有在GDAX交易所上市的虚拟货币 这是覆盖面最大的一支基金 好比购买一支全球股市的ETF 投资门槛是25万美金 管理费每年2% 大家需要在Coinbase网站提交申请认购 Crypto20投资市面上最大的20支虚拟货币 每个礼拜都会重新调整一次投资比例 而且单个虚拟货币占比不会超过10% 另外它运用智能合约 确保基金的市场价格不会低于基金资产的净值 不过Crypto20最大的特点 是它是一支存在于区块链上的基金 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购买的数字货币 每年的管理费也只有0.5% Crypto20在Buybox、HBTC和IDEX上可以买到 最成熟的投资人可能会在以上四支基金中一样买一点 而Crypto20可能是对普通投资人来说最简单的选择 当然你也可以每月查查BGCI最新的成分货币和比例 自己DIY一致这样的迹景 感谢收看忍者ATM 我们每周一发布一条逆向思维的投资理财短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